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这些最可爱的人 再次感谢嘉宾的颁奖 我的第一单来的就是在我外贸入职以后的两个月 两个多月吧 然后当时我是6月26号进入说龙公司的 一开始一个多月的培训 起初我也开始很迷茫 有的时候也是觉得在浪费时间 后来开发线也没人回 发产品也没寻盘 后来一天晚上都下班了 我收到了一封寻盘 这封寻盘它是格鲁吉亚的 它要的规格也比较详细 它那个图片是这样的 规格比较详细 而且还有它的详细的联系方式 我当时也是很吃惊吧 我就加班给它做了一个 给它做了一个那个报价单 然后这是我给它的第一封邮件 然后它立马就回我了 之后我就开始洽谈 洽谈之后吧 它说 那个后来之后三天就没有了动静 后来我公司姐姐的英语口语比较好 在她的帮助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知道他们国家正在过节 所以外貌一定要了解这个国家的习俗 之后她又回复了我 她告诉我她要一个样品单 之后她 我知道她要样品单了 而且我也有它的规格 我给她做了一个PI PI发过去之后吧 她又告诉我 让我给她一些别的规格的报价 我就很疑惑当时 是不是套价的呀 还是怎样 但是我还是给她发过去了 之后这个客户有回我就说 她嫌价格太高了 当时我并没有立即给她降价 我告诉她这个价格为什么高 因为她要的是样品 本来这个东西就少 我们的人工费就高了 然后我告诉了她 之后吧 她就有还是好几天没有回我 后来我给她发了个短信 因为我打电话 我也说不清 我给她发了个短信 告诉她 我会尽力帮助她 跟老板申请 然后每套给她降两美金 然后但是这个降价的前期 就是她比起百分之百付款 之后她给了我回复 就是她需要跟她公司那边讨论一下 如果有什么进展会让我知道 但是等了好长时间 这个期间我一直在跟进这个客户 那一天 就是有一天下午 我在那天我也请了假 然后给我同学在外边玩呢 我突然在外边玩的时候 接到一个老外给我打的电话 然后我就马上回公司了 回公司之后 给她沟通了一些细节 她马上就给我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给我打款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单 这是成交以后 我跟她一直保持联系 这是客户的维护 前一段不是圣诞节吗 一般都是咱们给客户吧 这是客户给我发的新年祝福 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就是做外贸心态很重要 千万不能急躁 踏实走好每一步 电话沟通一定要打 再一个就是 必须要看重每一个客户 最后在这里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订单多多 幸福多多 开心多多 大家新年快乐 到ührt 亨 亨 亨